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现在啊 这个两名网红啊 主张这个躺平的网红 张文宏和这个胡锡进 那他们现在呢都已经中招了 因为胡锡进他已经早就中招了啊 但是胡锡进的个人的情况不太乐观 可能有些基础病 也这个岁数了 然后他自己呢也发文对一些事情做出了一些说法 那么这个躺平的这个开山鼻祖 就是张文宏 张文宏呢现在他也是这个啊 这个好像是中招了吧 确实 你说躺平的 那你确实要感受感受 你说这是一个小感冒 对吧 普通感冒 那么你感受一下 对不对 你别到时候烧的啊 也叫你这个浑身上下 那个那个那个痛路到脊髓液里面去啊 全身上下全部都感受一遍 我们现在所受到的这种疾苦啊 对吧 而且这个东西我跟各位讲 他百分之百他都是啊 有这个什么后遗症的啊 只是说轻个重的原因啊 这不就是拜这个张文宏所赐吗 对不对 胡锡进现在也被人骂得要死 那不是火干吗 竟他妈不干好事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说 到2023年 啊 明年就是正式放开了啊 就是近来就是零加三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官方昨通报新冠零死亡 胡锡进因北京朋友 由老人过世 直接进火化间 那么国家卫健委 二十日新增本土病例 三千零四十九例 但无新增死亡病例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 胡锡进二十日晚间发文表示 他的朋友告诉他 包括他朋友的大伯在内 近期不少老人过世 从ICU直接送去火化 未进太平间 中间常态下的所有程序 因疫情全部免去 胡锡进文中指出 他一位朋友的大伯 九十二岁 有严重基础病 发烧后送进一家大医院 ICU外面的大厅都是输液 掉点滴的病人 大伯在大厅里输液数小时后 身亡 周围也有其他输液的老人死亡 文章指出 经过复杂联络 大伯一体未进太平间 从SU直接送火化点 中间常态下 所有程序因疫情全部免去 胡锡进指出 他的朋友 接触的圈子里 有不少老科学家 老干部朋友说 大伯确实不是唯一的噩耗 胡锡进指出 自己新冠肺炎 人呈阳性 且还是咳嗽 但通过电话 听到各种不同的光景 他给自己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 打电话 他指出 他的发小有科研能源 也有功能 第一个发小说 父亲一个九十一岁 一个九十岁 两年都发烧了 但没有撤 不知道阳没阳 不过应该是阳了 但父母没感觉那么严重 第二个发小的母亲快九十岁了 自己和老婆的母亲也都记得 但是无症状 老婆和母亲也阳了 但是发热的时间很短 无大碍 第三位发小正在发烧 但烧的不高 他说全家都烧过了 孙子发烧的时间最短 他的时间最长 中间还进了又反复了 对吧 那么等于说 现在呢 这个 胡锡进询问 第三位发小 他们住的社区啊 还有没有人死亡 三人都说没有听说 但是有一位发小 向胡锡进表示 自己听说有个患老年痴呆的老太太死了 但老太太是谁不清楚 胡锡进表示 自己从朋友口中 理出大约 十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的情况 都还安好 胡锡进表示 他通过电话 听到北京不同地方的钟声像 他强调 北京现在什么情况 很难用一句话概拓 或者说没有一个故事 或者场景可以代表 这座城市 目前正在经历的防疫大变 他最后感性表示 这座城市里现在的 的确有痛苦 有悲伤 但也有很多乐观 期待和希望 每个人的境遇不太一样 想法不太一样 也许我们应该做的是 彼此包容 相互理解 为正在发热的人给予鼓励 对失去清零的人 加表达哀悼 同情 对已经摆脱症状 开始新生活的人们 给予支持 赞赏 我们终将共同摆脱 病毒的束缚 重新拥抱我们 曾经熟悉的一切 搞得跟他们浪漫主义失恋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这次你说这个放开 从一开始 坚持动态 清零不动摇的呼吸镜 现在摇顺一变 又马上变成了 就是说支持躺平 支持这个放开 这个东西没问题 但他自己也是感染这个疾病 好像一直都没好 他好像很早就感染了 很早就感染了 我记得 我记得刚放开 还没放开那会儿 他就已经感染了 到现在 但是呢 你就是说在这个北京 国家卫健委公布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新冠死亡的人数 之后啊 他就这样子来说 就意思就是说 跟这个卫健委是对了一着干 就是说 我调查好像是有人死亡的啊 你们怎么没报有死亡呢 他现在在搞这种舆论 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对吧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那些独联运抓住机会 就是说 你看 连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官媒环球时报 这个什么胡锡进 都已经说了 胡锡进还在打电话 一个一个去核实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媒体人啊 对吧 但实际上我已经说过了 这个时候你他妈的 就在家里老老实实养养病 啊 别天天 叽叽叽歪歪这些事情 这个人他泄愣了 啊 这个 环球时报总编辑 啊 后来在环球时报 当专门评论员也不让他干了 他现在他还是要 啊 这个在在网上 啊 怒刷存在感 啊 他被很多人骂 这一次 被骂翻了 啊 我以前批评他的时候 还有一些网友 啊 啊 这个替他 暴打不平 啊 认为我好像 飘了 打飘了 啊 好像 啊 一个小布拉斯怎么 是吧 觉得自己牛逼了 啊 敢去 批判这个胡锡进了 啊 我早就已经说过 这个人 啊 是不是 你看他这种 见风使舵的这种能力 啊 是吧 非常的令人 反感 对吧 所以说 胡锡进 蓝意自爆 情况不是太好 称理应多遭些罪 否则愧对洪流啊 环球时报 前组面积日前感染新冠 今日21日 他发文称自己情况不是太好 高烧之后又经历了连续四日低烧 他说上午退烧好转 下午又烧起来 胡锡进说 自己是周围人里发热时间最长之一 这挺公平哈 我这是放开 这股奔向未来的洪流里 啊 裹着最初的一些困难和牺牲 我觉得自己理应更多遭些罪的那一个 如果我轻轻松松 前两天就好干干净净 亏对洪流 他还称自己没有长时间休息躺在床上的权利 应该在隔离中通过电话工作 因为也采访过许多阳性患者都只能休息一周 就要去工作 没有长时间休息的条件 所以他希望能和这些人一样 这是我心底深处的一份呼唤 胡锡进说 他做总编16年了 每次发烧都在工作中撑过去 这次也会尽快好起来 对自己的身体 对整体局势都抱着同样的信心啊 反正我就没有他那么 就是说所谓对这个疫情有这个信心啊 为什么 因为确实 因为现在啊 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支援北京了 因为现在大家要知道北京为什么这么严重 因为这三年啊 中中共把北京保护的太好了 因为大家要知道 在这个中共建政的这个游戏规则 组织架构游戏规则当中 首重是北京 就说北京市民是第一等公民在中国啊 就是说因为北京市它是没有造险能力的啊 大家说靠水生财 北京北北京是缺水的地方 而且他那个地方 他没有造险能力 所以说呢 他必须以他为心脏 然后呢 铁路向全国辐射 机场向全国辐射 然后高速公路 全都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对吧 极一极二极三极四极五极六极七 等于说全国的财富全部吸到北京来 所以说北京市的市民是 他所这个获得的 拥有的啊 是全国资源最好的 你看北京的医院 那比上海的要好 对不对 那北京的教育也是全国最好的 所以北京市市民一直是低等公民啊 然后呢 那来说第二等公民 第二等公民就是上海啊 天津和东北啊 这在中国是第二等公民 我能说为什么是东北 我跟各位讲 东北地区是唯一能够要挟中央的一个地区 它是共 就是中国最早就是搞工业 就共和国长子这些 哈尔滨啊 沈阳吉林啊 这些 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老工业 一个基地 同样的 后来九十年代下岗潮以后 对吧 虽然经济是不行 但是政治地位不低的 东北年代东北年代中国政治地位不低的 而且还有你看啊 一个一个很 就是很贫穷的一个城市啊 也是落某一个城市叫鹤岗 鹤岗的重点中学 跟北京的重点中学没啥区别 啊 而且东北的高考 它进入 就是说这种分配的名额是更多的 懂我这意思吧 包括还有在其他其他的这些方面方面方面面面啊 然后还有就是天津 还就上海上海就不用讲了吗 对吧 上海啊 天津 东北 接下来就是也 它是分为几个党的啊 这个东西 我也就不详细说了 因为说多了大家听了肯定会不舒服 但是至少就是说 疫情三年 你看啊 北京北京人被保护的非常好 啊 北京就是说 人的这个整体的免疫的这个情况 群体免疫的情况 不如全国其他地方 因为全国其他地方 陆陆陆陆续续都是有大规模的爆发过的 啊 你或多或少啊 它没这么大的这个力度 你比如去北京 你还要二次安检 对吧 你还要给你调查 还有有弹窗啊 其实这个保护的太好 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你看一旦爆发了啊 同样跟他们北京的毒株是差不多的 内蒙古 你看内蒙古的人 他这个抵抗能力就比北京要强一些 对吧 同样是改来BF7 我认识了内蒙古一些网友 还一些朋友 啊 呼和浩特的包头那边的 啊 他们就是五天左右就好了 啊 一个里 五天 三五天嘛 啊 就就这个BF7 像吞刀片一样 他们就这几天就好 但北京的可能一直都不好 啊 而且重症率非常高 现在全国都在支援北京啊 所以你说胡锡进 你说 他是在北京 对吧 他说放开了 那现在确实很多重症 他们海外的那些反贼说 北京现在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尸体来不及烧 这个是扯淡 因为 真正如果说你说要什么来不及烧的话 也不是说现 也不是说现在 他要再过过过一段时间 他才是如果说这个医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挤兑 然后能真的是看不上病的 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 啊 但是我相信北京人能扛过去 因为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你看上海那次三四月份封城 一百多万人感染 对不对 其实为什么现在这次甘蓝 在这边总体来讲还算行 因为很 他是有这个 空气当中毕竟他有这个东西 啊 群体免疫性比那北京人强一点 北京一圈的 也比北京要强 这个就是保护的太好 你知道吧 所以说呢 胡锡进他讲这个话呢 就又又又又开始装逼了 啊 我只是放开 这 呃 这股奔向未来的洪流 呃 裹着最初的一些困难和牺牲 这样子 其实他都已经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那他还要说话 那没办法 对不对 传张文宏扬了 著名专家 未来三个月中国进入地狱模式 啊 这个 12月18日网传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张文宏也感染了新冠 其原定当前形势下 疫情防控与自我防护的网上讲座被警离取消 中国疫情大爆发 著名华裔病毒学家丁亮表示 中共放开疫情管控目标就是啊 让能感染的都感染 让该挂的都挂 尽早达到峰值 尽早恢复生产 当然他这个话讲的也没什么依据啊 网传张文宏感染新冠 紧急取消原定网上讲座 那么这个 有内容显示为市府合作交流办通知称 今天下午3点30分 张文宏关于新冠防疫报告取消 原因是他本来也扬了 原定回复 专家也扬了 康复以后可以谈感想了 还有一则紧急通知称 原定18日15时30分 邀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 做当前行事下疫情防控与自我防护 网上讲座 因故取消 该同时下面又加了一句 张文宏自己昨天扬掉了 网传张文宏扬了 我很怀疑 张文宏说过很多次 新冠就是感冒 绝大多数人无症状或者轻症 他要是感染了 正应该像胡前总编一样 广而告知 向全国人民展现自己是如何 气劲神仙 风轻云淡的击退病魔 怎么能得一个在他嘴里比感冒还轻的病 就取消讲座不露脸了 这句话说说得很好 对不对 你在张文宏嘴巴里面 这个病他妈的就是一个比感冒还不如的病 那你他妈的取消讲座干什么 你应该他妈带病上岗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知道他一定很难受 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现在他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其实你别说现在谁的谁在那个 说把吊张文宏谁的谁的谁已经领了什么流量 老兵是全网 今年三月份 老兵是全网第一个公开的 在外网干张文宏的 只是后来有些原因 我停止了 懂吗 但是我是最早指出他的这个问题 包括还有这些卖药这个事情 那令人非常反感 你不是说这他妈的是小感冒吗 是小感冒 你他娘的你就 你怎么人都不见了 怎么讲道都去了 几天都不露面了 对不对 对于网传人张文宏洋的消息 龙城新手发文说 从他洋的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 新冠病毒很难防控了 像他这么专业的医生 平时防护肯定特别专业 资源也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比的 在放开后没几天就扬了 让我们普通人怎么防护 对吧 所以说张文宏胡锡进 我估计以后会贴上 说过历史的赤裸柱上面去 真的 对吧 所以说 你说这个东西他放开 逐步的放开 不可能一直封 这个呢 我是可以去接受的 但是你说他是他妈一个小感冒 这个东西我不是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我感染了 我知道这玩意儿他绝对不是个小感冒 而且会不会有后遗症 所以他妈现在也吃不准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